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首先聚焦于假杀战争一中年 这场持续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与流离失所 国际社会对中东局势的担忧与日剧增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角色也愈发引人注目 从过去的对中者转变为试图插足的吸入者 这一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印之间的半导体合作 印度与美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将进一步加剧与中国的科技竞争 这一合作不仅是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关键一步 还有助于印度实现技术自立的目标 未来的科技地图将如何重塑 最后教宗方济各呼吁世人在10月7日禁止 并为世界和平祈祷 这一天正是加沙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日子 教宗的呼声提醒度 我们面对持续的暴力与冲突 和平的渴望依然存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进入第二年 局势依然严峻 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 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及大量人质被控 以色列的反击则导致近4.2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30万人流离失所 在国际社会的担忧中 中国逐渐从中东的对冲玩家转变为吸入者 试图利用美国与其盟友间的裂缝 推动自身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专家指出这一转变可能会影响地区的稳定性 并引发对中国在中东角色的深思 在科技领域 美国与印度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半导体合作协议 旨在对抗中国在这一关键行业的影响力 这项协议将帮助印度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崛起 强化其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地位 专家表示印度在半导体领域的参与将有助于多元化供应链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同时也为印度的自力更生战略提供了支持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印度正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借助与美国的合作推进其技术进步 教宗方济各在10月7日呼吁全球进食祈祷 以纪念以色列遭袭事件一周年 他每天通过电话向加沙的教区牧师和居民 提供精神支持 展现出对战争中受难者的关怀 教宗强调 教会应在历史的关键是个为人类服务 呼吁人们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尽管冲突持续 教宗的这一举动在天主教内部引起了广泛关注 体现了他对于人道主义关怀的重视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AFA于10月6日批准了SpaceX猎鹰9号火箭的复飞计划 定于10月7日从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发射 发射赫拉号航天器 此次发射将研究美国宇航局DRT航天器与小行星 迪莫福斯的撞击影响 为未来的小行星天转任务提供数据 尽管SpaceX与拉夫阿之间存在争议 马斯克坚称其公司是最安全的发射提供商 而AFA则对CKS的安全和规信表示关注 甚至曾提议对其处以罚款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目标是运送中国公民的车队 造成至少2人死亡和10人受伤 可10人受伤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 比路支解放区BL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该组织长期以来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交战 反对中国在比路支省的投资 此次事件在巴基斯坦即将主拜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背景下发生 显示出该地区安全形势的严峻 费城的唐人街活动人士正在积极反对为费城76人队 建造一座耗资13亿美元的新篮球馆的计划 市长帕克支持该项目认为他将振兴市场东区 但活动人士担心这将导致交通拥堵和租金上涨 破坏当地社区的特色 尽管76人队承诺为唐人街商谱提供资金支持 但许多人质疑体育馆是否真的能带来经济利益 还是会使当地小企业受损的 此项目的未来将在市议会的辩论中得到进一步审视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由于北京实施的激进刺激计划 中国股市在9月份经历了惊人的反弹 推动了一些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 获得了爆炸式回报 沪深300指数在短短一周内上涨了25% 创下历史新高 而香港的三塔资本在上个月的回报率高达44% 十七年初至今的收益达到了56% 引起资本的中国基金也在9月份实现了26%的回报 主要得益于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资 分析师认为这一轮上涨是中国基金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经济低迷后的重要喘息 若经济复苏持续 海外资金可能会重新流入中国市场 在美联社的采访中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讨论了未来的贸易政策走向 强调在贸易谈判中保护工人权益的重要性 他指出选民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决定是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 还是采取更为保护主义的立场 尽管他在推动工人权力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也面临来自商界和经济学家的批评 认为美国在全球贸易关系中未能取得足够的进展 戴奇强调 贸易政策不应仅仅关注降低成本 而应关注不人权益的保障 倡导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 美国之音中文网还报道了热带风暴 米尔顿的最新动态 预计将在本周中旬袭击佛罗里达州 州长德桑蒂斯提醒居民做好准备 可能会面临强风和暴雨的影响 他表示 州政府以调集资源帮助清除废墟 并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迈阿密国家飓风中心警告 米尔顿有可能迅速增强为强飓风 给佛罗里达州带来生命危险的威胁 居民们被建议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确保做好撤离准备 以应对可能的强降雨和洪水 联合早报提到 人工智能行业的交流活动不仅适合普通大众入门 也为业内人士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生成事矮的崛起 许多大型活动应运而生 其中ICCity Smart City2024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由新加坡政府科技局主办的这场技术峰会 专注于智慧城市的技术解决方案 涵盖了赖爱物联网和数据分析等创新应用 旨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智能管理 促进政府与企业间的技术合作 成为新加坡智慧国发展的重要平台 这样的活动不仅有助于行业的蓬勃发展 也被参与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成立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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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